陈寅客有不少的人喜欢读陈寅雀 刚才管老师也读了陈寅雀 我注意到了 我在没有研究陈寅客之前 我也长期的读陈寅雀 但是后来我就改读陈寅客 为什么改读呢 我想先给大家做一些解释 首先我们得确定一个前提 陈寅客这个人很有学问 但是陈寅客这个名字没学问 首先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求生解 求别新的意义不需要 为什么陈不用解释 因为他爸姓陈 所以他当然姓陈了 寅也不用解释 因为他生于1890年 这一年是虎年 所以寅就是出生的那一年的 这么一个阴历的一个年号 阴历的一个纪元 克是陈寅客这一辈份的兄弟 共同用的字 比如说他的兄弟里面有陈恒克 陈方克 陈龙克 所以如果把陈寅客一个人念成陈寅雀 那他就要被这个陈家 从这个家族里开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陈三历的儿子 他必须叫陈寅客 因为这个名字这个客 他没有赋予他新的意思 因为他的哥哥弟弟 这哥哥叫陈恒克 陈方克 陈龙克 如果念真确的话 他就意味着他不一定是他爸爸的儿子 他也不一定是他哥哥的弟弟 那甚至他就不一定是这个家族的人 如果我们承认陈寅客是这个家族的人 我们就要遵守中国的传统 那么这一辈 他这个这一辈的这个行辈的用字就是客子 所以我觉得还是念陈寅客比较好 虽然坊间有许多的读法 这个读法也更有来历 但是民间的这个读法 我觉得只是可悲一说 我们因为有许多的一个证据 可以指向念陈寅客 所以我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另外他发表的这个英文的文章 其实上面也是写的陈寅客 这个客子翻译 他也翻译成客一 所以我想这个没有多少奇异 我立足要念陈寅客 我们先看几张照片 这个是王国伟的照片 网上很多 我也是网上找来的 戴着一个圆形的眼镜 然后戴着一个瓜皮的帽子 穿着一个长衫 头有点拧着 所以你可以看出 彭老师我打带一下 我不知道其他人能不能看见 你是暂停了屏幕共享 是的是的是的 你不小心暂停了屏幕共享应该 哦是吗 有吗 对 现在有吗 现在没有 你可能你 是你打开了 后来暂停了一下 你再点一下那个共享屏幕 那个地方 看看是什么样子 我这里我这里显示 继续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好了 好了好了 现在好了是吧 那那是看的是整个屏幕 还是一半屏幕 这个图片 还有就是你的PPT吧 没问题 旁边的PPT的小的能看到是吧 能看到吗 一张小的PPT 后面的能看到吗 能看到 可以正常的 你就讲吧 好那我就这样说 所以刚才解释了陈寅客 那么这是 这是王国伟的照片 这现在能看到吧 这个能看到吗 现在我可以看到是一张照片 您在应该是陈寅客 故居那边的一张照片吧 是不是 不是王国伟的一张照片 不是 是你的 是你的 我现在放的就是王国伟的照片 应该是你了 你的照片 怎么会呢 这里没有我的照片 怎么会这样呢 翻到前面去了 翻到前面去了 这个刚才我连点了几下 我说这个是王国伟的这张照片 应该说很多人都见过 网上随便搜索 也就能搜索到 那么这是一个看上去 貌不惊人的一个学者 但是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在整个二十世纪 我觉得他应该是排在第一号的 排在第一号 如果大家看看他的观塘吉林的话 那我想不排除这个很多人 也可以在观点上给他商榷 在整体的成就 那确确实实是二十世纪的一面 高高飘扬的一个旗帜 那么这个是王国伟的故居 在浙江的海尼 我也去过好多次 其实这个故居是后来翻建 并不是王国伟当初住的那个住子 但是在同一个海尼镇上 所以这个是在换了一个地方重建 我去过三次 这个每一次感受都不同 这个我等会慢慢再说 这个是我在王国伟故居前的合影 这个是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 也就是十二年前 这个去 因为找不到很好的照片 就拿了这张旧照片来冲个数 这个是跟王国伟的真孙 也就是王仲文的孙子 叫王亮合影 那么他王亮呢 就是现在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 他也写研究王国伟的文章 那么我在开王国伟的会议的时候 给他认识以后呢 这个联系挺多的 我最近出的一本 人间词画讲演录 商务印书馆出的 那么这个就是请这个王亮先生 帮我写的序言 左边这个雕像呢 就是王国伟的雕像 我曾经问过王亮 我说你觉得这个雕像雕的怎么样 他说我觉得挺好啊 我说那你觉得挺好就可以 他说你怎么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觉得这个雕像 有点像徐志摩 好像王国伟的雕像 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过但是我跟他说 我觉得怎么样不重要 你觉得好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在王国伟的故居里面 这个中间呢 是20卷本王国伟全集的主编之一 房心亮 也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现在好像是退休了 那么左边这个铜像呢 就是王国伟的雕像 这个是陈寅克 这个陈寅克 大家有没有感觉出这幅画 这幅照片的这么一个气势 他的眼睛好像看着他的左边 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 因为他的眼睛 这个眼睛是瞎的 或者说他看这个世界 根本就不需要眼睛 然后没有眼神 没有视力 但是这个清白眼 大家大概能看到 所以他的眼神看着他 从他这个角度来说 是看到他的左边 这是陈寅克的一张座像 这个座的背景呢 就是现在中山大学陈寅克 故居的二楼北边的阳台 这个阳台至今还在 然后这张藤椅呢 原件的藤椅现在不在了 但是跟这个藤椅一模一样的 在陈寅克的故居里面还有 他住的这个首帐 现在好像也不在故居里面 但是以这一幅画 这幅照片来作为基础 来做的雕像呢 就在陈寅克故居的北边 每年的毕业的时候 在中山大学有一个 非常壮丽的景观 那壮丽的景观呢 中山大学有三尊著名的童像 一尊是孙中山的童像 这个立在学校的中区正中间 那是站着的 因为他一生都在奔跑 还有一尊呢 就是以这个背景 以这个照片为基础的这个童像 那是一个做的 为什么做的呢 因为他一生都在思考 还有一尊头像呢 是鲁迅的 那么每年毕业的时候 毕业季的鲜花 会把这个孙中山的头像 孙中山的铜像 陈寅克的铜像 跟鲁迅的这个大理石的雕像 会围到一圈又一圈 而且一般的这个环卫工人 第二天会把这个花 会把别的地方的花收掉 唯有这三尊像的周围的这个花 会放很长很长的时间 会绕了一圈又一圈 所以我也曾经对别人说 我说中山大学 这所学校 这个之所以值得尊重 我觉得这个行动 这种行为 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学精神的一个体现 这是庐山的陈寅克 木的这么一个前面的石头 这个也是网上下来的 前面是这个陈寅克的照片 这个是陈寅克的故居 这个远处的一栋楼 这个楼的二楼 就是现在的 就是原来陈寅克居住的地方 现在被批为陈寅克的故居 上班的时间都是可以免费的参观 这是清华五大导师 五大导师最中间这位拢着袖子的 那就是王国伟 王国伟的左手边 这位围着围巾的就是陈寅克 王国伟的右手右前方 这个身材有点发福的 这个就是梁起操 然后左边是赵元任 右边是李继 所谓的五大导师 大家可以从五大导师的位置就知道 王国伟这个中心地位是公认的 那么我们先看这么一个几张照片 增加一些直观的印象 然后我们来 这是我工作室的一张照片 现在已经把它移走掉了 这是学生画的 这个画的我是1997年的我 王国伟是画的一张照片里面 这个但是把王国伟画的眼睛过大了 扩大了一点 好 那么今天我想主要跟大家交流六个问题 第一个是王国伟与陈寅克的私仪 就是这两个人的交往 因为陈寅克与王国伟两个人同事了 多长时间呢 九个月 九个月 那么这九个月里面 他们有怎样的一个交往呢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认识九个月以后 王国伟自杀了 那么陈寅克这一生呢 至少写过六篇大大小小的文章 包括诗歌对联等 来追思王国伟 我可以先把一个结论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对王国伟的接受的 特别是从精神思想方面的接受 基本上是接受了王陈寅克的这么一个定位 第三个来讲 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的来历 第四个来讲 文化移民与政治移民 因为这两个都与亲王朝都有不可分隔的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移民 与作为一个政治移民 它本质上是有区别 那么这个时候要讲这 第五个来讲 中西学术与预留观念 陈寅克在西方 包括欧洲跟美国留学了十多年 而王国伟在我们的印象中 似乎是一个老派的学者 其实他接受西学的时间 应该说是非常早 虽然时间没有陈寅克那么长 但是从接受思想的这么一个程度上来说 在某个特地的时期 他们两人完全可以相提并论 第六个呢 我来讲一讲文化神州的上鱼系 那么这个是上呢 这个是来自于陈寅克的诗歌 那么陈寅克写这个写这一句文化 说王国伟死了以后呢 这个文化神州就没有了 但是吴密认为这个文化神州 在王国去世之后 应该在陈寅克的身上 所以今天大概是交流六个问题 这六个问题时间长短不一 比如说第六个问题 大概几分钟就说完了 但是第一第二个问题 可能会需要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王国伟与陈寅克之私营 首先这是王国伟在1926年的9月6号 他写信给罗正月说 请陈寅元幼子 陈寅一句陈寅立 他的小儿子陈寅克 已经到了学校 这个人学东方言语学 言欧洲学问界情形圣详 言伦敦由汉文摩尼教赞颂一卷 以应行此卷甚有关系 为什么要引这一段话呢 首先可以看得出来 王国伟对陈寅克的一个评价 所设计的方面 第二个来说 也可以看出王国伟本身关注的领域 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陈寅元幼子 陈寅立是晚清宋师派的代表 抗日战争兴起以后 绝食而死 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人 当然陈寅元绝食而死 王国伟这个还不知道 王国那时候已经去世近十年了 那么所以第一句就说 这个人家学渊源非同寻常 第二个人说 此人学东方言语学 东方言语学 我们现在叫语言学 你要知道我们当代的学问 比如说我们的文学批评 比如说我们的哲学 包括一些历史的某些方面 从语言入手 这个在欧洲的学问界至今也是一个潮流 也就是说研究文学理论 研究文学 那么从语言学入手 这是欧洲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 那么王国伟就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说 这个陈寅各学的东方语言学 这意味着会给中国的学术界 会带来一定的变革 这个中国的小学也是各门学问的这么一个起点 但是东方的言语学的理论 所带来的跟中国语言学的这么一个实证迅故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这是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这个人懂得欧洲学问界 这个欧洲学问界 当然我们现在认为 有许多我们中国跟欧洲或者美洲学问 可能各有其擅长的一方面 但是你要知道 王国伟在19世纪末跟20世纪初 曾经在欧洲学问界的时候 他是何等的配复 他当然是通过日本作为一个跳板 去了解欧洲 那么陈寅克就不一样了 他对欧洲的学问界 这个耳濡目染 而且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对于当时领先的很多领域的学问 非常了解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他提掉了汉文 在欧洲要拜访薄熙河的时候 是请王国伟写的推荐信 但是那时候王国伟跟陈寅克还没有见面 现在见面了 了解到这个人以后了 曾散缘之子的家学渊源 东方言语学的学术基础 欧洲学问界的国际背景 摩尼教赞颂的宗教专经 那无一不是王国伟心追神想的 这么一个理想学者的一个背景 那么现在王国伟有许多 他在那里他没有办法来实现 比如说家学渊源 那王国伟的父亲王云人画画 书法也写得不错 有些艺术的渊源 但是学术的渊源就很难讲 那么东方言语学就更无从谈起 欧洲学问界也无从谈起 摩尼教赞颂这种宗教的专经 也无从谈起 我们不能说王国伟一定要拥有 这样的一个背景 但是按照他当时的学术的经历 跟学术的兴趣 这每一点对他都是非常珍贵的 或者说这是他祈求的 而自己没有拥有的 在陈寅哥的身上全部拥有 你可以想象这个陈寅哥来了 庆华以后 这个陈寅哥这个王国该有多么兴奋 那么这两个人 这个蒋天树是陈寅哥的学生 这也当然也是对于王国伟非常佩服 曾经在清华研究院的这么一个学生 他就直接在编的陈寅哥先生编言试集里面说 说王国伟与陈寅哥是去特弃 这两个人的判断力 学术兴趣特别的一致 特别的意思 大家注意这个特弃 有许多 有我们说两个朋友之间 可能有一方面两方面比较一致 那么陈寅哥与王国伟这两个人 应该说全方位的都有一致性 比如说吧 这两个人性格都很内向 都很内向 内心里面都很轻傲 但是这两个人在面对的对方的时候 那应该是把自己放得很低 包括王国伟虽然比陈寅哥年长了13岁 但是他对陈寅哥的敬佩 也是流露在很多场合 因为诗句特弃可以表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他们都敬畏学术 敬畏学术这四个字 我们都认识 但是能不能从内心深处 把这个敬畏两个字 这个落到实处 我觉得还未必 因为我们经常会读一些专注 读一些论文 你会发现有的论文 有的专注 它不仅没有推动学术式的发展 而且经常有退后二三十年 这样的一个论文的一个出现 我有的时候是很惊讶 有的说这个收到认识不认识的这个学人的证书 我有时候挑着看一看 或者我感兴趣的看一看 我所谓看看不一定就是王国一辰英课 而是其他方面 比如说诗词而不问 因为据我的对于学术史的了解 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倒退 但是现在即便是倒退的学术 只要做好宣传一本书也能走红 一篇文章也会有人在推荐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所以敬畏两个字我们都认识 但是要把它做好很难 第二个叫公自清的行业对谈 陈寅克1926年9月才来 陈寅克生于1890年 这年他36岁 刚来的陈寅克 所以大龄未婚男青年 所以清华一时就没有给他分住房 他就住在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就是公自厅 现在这个公自厅在清华大学里面还在 那么陈寅克住在公自厅 王国一就经常到居住在办公室的 这么一个陈寅克那里 两个人含一夜对他 你就知道平时白天上班 他们的工作室也没离开多少地方 白天有很多的话说 但是还不够 晚上两个人还要进行对谈 你就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两个人平时话不多 平时的心理世界都不大对外开放 但是这两个人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所以你就知道我把陈寅克与王国一放在一起讲 那是有许多的原因的 第三个是看海王村联媚陶书 海王村是哪里呢 就是现在的琉璃场 至少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后期 琉璃场的古旧书 那还是看着人眼花缭乱 我曾经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 大概是也是八十年代 偏厚一点 然后去琉璃场 买了四箱书 然后把剩下的钱全部买完了以后 就剩下付旅馆的钱 以及回家的做火车的钱 所有的钱都买了 因为讨书太多了 你平常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海王村有 那么这两个人连昧讨书 也就是一旦到了休息日 或者大家有空的时候 陈寅克王国瑜是一起去琉璃场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注意看 这个陈寅克的柳如是别传 或者看他的论在声援 这个陈寅克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写学术著作的时候 他会突然加上一段追忆 所以我记得那一次跟王敬埃 这个在海王村 看到某本书 那王国瑜说这个书怎么怎么 王国瑜这个陈寅克会把这种 平时的类似于散文描写的这种记忆 写到学术著作里面去 所以这些联媒陶书 也主要是陈寅克提供了一些 当然其他人也提供了一些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这两个人 都是以读书为生存的方式 也就是他们的活着 主要的意义就在读书 所以我们我这个 今年的这个毕业的 今年上半年毕业生 毕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致辞 我说一等的学者 以学术为事业 二等的学者 以学术为职业 三等的学者 以学术为副业 其实第一等的学者 所谓事业也就相当于生命 也就是用自己的生命 跟生存都跟这个学术 是融合在一起 王国伟自己说 毕生为于书策为伴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在1927年 就是王国伟自杀前不久 北伐军一路北上 那有人就劝王国伟到外地躲一躲 其中有一个山西的学生 就建议呢 这个王国伟去山西大学任教 那么这个王国伟 这个就说山西大学的藏书怎么样呢 这个学生说藏书不多 他说藏书不多 那我怎么去呢 在说我走了以后 我这辈子一定要跟书策为伴的 没有书 我去这个地方干什么呢 然后王国伟的学术 与下面的大云书库 密运楼藏书 大类藏书 密不可分 也就是说王国伟读的书 读了很多别人读不到的书 大云书库呢 是罗正义在日本京都建的大云 他的藏书库 所谓大云 因为他藏了一个北魏的 一个大云碑 碑碳 所以叫大云书库 密运楼藏书呢 这个是上海藏书家的 一个藏了很多送原本的 这么一个藏书楼 王国伟呢 帮他编的这个密运楼藏书墓 大类藏书呢 是说清王朝灭亡以后呢 原来藏在故宫里的大量的 历朝的各种违宪 然后就流出来了 流出来以后呢 罗正义的就把它买下来了 买下来 当然后来还是分解到很多地方去了 那么王国伟也是第一批的读者 那么陈寅克 这是王国伟的情况 陈寅克在哈佛的时候 就被认为是读书最多的人 你如果看吴密的日记 尤其是这个吴密记载 跟陈寅克聊天的时候 陈寅克的知识面是非常广大 你不要认为他读的都是学术书 很多社会书 包括江湖的八卦 他都知道 所以陈寅克读书之广 也是被供认 所以这两个人 为什么能够逝去特弃呢 因为他们两个人 都是本质上的读书 那么王国伟去世之后 这个清华要举行告别仪式 我们知道清华在当时 是用庚子赔款来建的 也就是这个大学是非常西式的 很多人是穿着西服 穿着皮鞋的 那么陈寅克的遗体 王国伟的遗体告别仪式呢 陈寅克的这个清华的老师跟学生呢 都是行礼来向王国伟告别 陈寅克来到钢炳寺前 对着王国伟的遗体是三跪九寇大理 我们知道三跪九寇大理 是对于父母甚至是祖父母 这个长辈才能用得上这么一个大理 王国伟虽然比陈寅克大13岁 但是他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行儒兄弟 但是陈寅克面对的去世的王国伟 行的是三跪九寇大理 我们从这一个简单的行动 就知道王国伟在陈寅克的心目中 具有怎样的一个地位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的 陈寅克对王国伟的追思 从1927年到1953年 陈寅克写了六篇相关的文字 语境各有不同 但都涉及到王国伟 比如说对科学院的答复 其实是他本人的答复 但是他里面大量的是对于 王国伟的精神的一个传承 所以他写了晚年 这个晚年至今 藏在清华大学的博物馆里 曾经在前若干年拿出来展览过 我也去看过 他写了晚诗 写了晚词 晚词就是王冠堂先生晚词必须 写了碑名 也就是写了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名 那么这个碑呢 至今立在清华大学的里面 就在公字厅的左前方不远处 他写了序言 那是1936年 赵万里重新编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那个序言是他写的 所以从1927年到1953年 在长达26年的时间之内 王国伟一直是陈克心中 盘缓的时间最久 留下的烙印最深的一个人 我们看他写的晚年 说17年家国九魂霄 由于圣山残水 流于内城公武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处 带简玄文旗子 谬成一命被伤身 我们可能对陈寅克的王冠塘先生 晚辞并比较熟悉 尤其是前面的序言 前面的序言的核心的意思 就是关于王国伟 为什么自杀的原因的探讨 得出的结论呢 是王国伟寻中国文化说 但是我们看晚年 17年家国九魂霄 这一句话 其实他要表达的是 王国伟是寻亲而死 那么寻亲而死 不是把王国伟自杀的意义 消解的很多吗 这个在陈寅克那里 两者是可以融合 因为从1911年到1927年 前后是17个年头 家国九魂霄 这个家国不就是清王朝的灭亡吗 所以由于圣山铲水流于内城公义死 这不是明明白白说 王国伟自杀是因为清王朝覆灭了 现在忍受了17年 忍受不下去了 所以以死来寻亲王朝 这是不可否认的 王国伟和陈寅克本的意思 其实我们看他写的王冠堂先生晚时 开头跟结尾也都是表达的寻亲的意思 所以我说陈寅克关于王国伟之死 其实是寻亲说与寻文化说两种的这么一个融合 当然有阶段性的不同 最早是认为寻亲说 后来会调整 后来会调整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句 叫谬成一命被伤神 谬成一是王国遗书里面 有一句说书籍可托 曾无二先生处理 曾就是陈寅克 无就是无命 那么陈寅克说谬成一命被伤神 如果大家记得我PPT上刚才说的 这两个人是把读书当做生命 那么一个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学者来说 他在去世之前 他最看重的 也就是这些书籍的命运 那么王国在遗书里面明确说 遗书可托尘无二先生处理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关于这一句话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那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大概会在今年跟明年的文学遗产会登出来 会登出来 那么这里面包含的信任 可以说是无边无际 那么陈寅克有没有帮王国的遗书整理好呢 他基本上没参加整理 但是对于他的书籍的捐赠 对于相关的人安排谁来处理 他做了自己的努力 所以这个谬成一面 就是王国遗书里面叫书籍可托尘无二先生处理 就是因为有这句话 所以陈寅克的晚年既肯定的王国遗是寻亲而死 夏年当然是对于王国遗的学术贡献 尤其是文字音韵方面的 玄文旗帜方面的贡献 称赞甚高 对于自己受王国遗的嘱托来整理遗书 他觉得是自己的光荣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数据 那么瓦联刚才我们就说了 那我们看他写的王建安先生 所以第二个是婉师 他说敢将司仪哭四人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司仪啊 所以这部分就是王国遗 第一部分就是王国遗书 陈寅克的司仪就来这里 我不要说别的 我跟他的私人交往 他的突然去世 我都会觉得非常的伤心 要痛苦 那么从文化神州来说 就上一生 他的意思就是说 像王国遗这样的 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集中的体现 所以说如果说传统文化可以高度浓缩在一个人身上的话 那就是王国 那么现在王国去世了 所以这个他把中国文化这个浓缩的这么一个典型和代表 也就带走了 所以武才所学官天意并是相知度道真 官天意是涉及到 这个传统文化的密网与新生 朝代的更替 这个我们不再说他 所以陈寅克后来就说 他说反应 一国文化衰亡之时 高明之士 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 这痛苦非常 每先以此生寻文化 如王敬安先生 是其显著之力 这个就是寻中国文化说的 所以一般的人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衰亡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他首先他就接受文化不完整 或者不深刻不具备典型 但是那些高明知识就不一样 那么他把自己看着是本国文化的精髓所寄托所在 那么现在的一国文化面临着消亡 他就会非常的痛苦 那么既然我所崇拜的 我所福音的这个文化已经不见了 而我是要在这个文化中生存 文化不在生命的意义也就很有限 所以陈寅科说 所以要以此生来寻文化 所以王敬安先生是其显著之力 这就是所谓文化神舟上一生 没有说寻清 但是一国文化 大家要注意这个一国其实就是指的清国 我们现在不说清国 像日本当时这个林木虎熊 手也直洗啊 这个泪藤虎啊 这些人说到清王朝的时候都是说的清国 清国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王国伟进入民国以后 那么民国所推寻的民主啊 科学啊 自由啊 这些等等 跟他所福音的封建的传统文化相距比较遥远 而他一时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 那就与消失的文化 共存 文化不在了 就以此生寻文化 这个是陈英克的一个判断 呃 那么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呢 这个文化就是三纲六计 啊 三纲六计啊 三纲六计就是 呃 三纲就是均为成纲 啊 富为子纲 富为七纲啊 六计就包括什么兄弟啊 啊 朋友啊等等这个六计 这是呃 所谓的刚记之说 那么 也就是自己 追求的 这么一个 道德 境界 他应该说 他所寻的道与所成之人 均为抽象理性之通信 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那么这里面包含的类意思呢 非常的玄奥 而具体之一人一事是指什么呢 应该是指的 与罗正玉的恩怨 因为当时就传出了很多 王国伟自杀 为什么自杀呢 是罗正玉逼他 要逼他还钱 啊 说几十年在一起 罗正玉一直支持王国伟 以及他全家的这个生活的费用 啊 后来闹毛了以后呢 就要他来还钱 啊 这个是所谓罗正玉的逼再说 这个逼再说是 是子虚乌勇啊 我今年已经写过一篇文章 发表了在北京大学学报 今年的第一期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去搜索 那么然后陈寅哥在清华大学 王冠堂先生纪念碑名 大家注意啊 陈寅哥写这个时候呢 清华学校已经改名为清华大学 也就是王国伟只是在清华大学的前身 清华学校认知过 那么在这个纪念碑名呢 又提出了王国伟的智识 前面说的是三纲六纪的封建文化啊 这么一种道德文化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人格的精神 要摆脱俗地发扬真理啊 他说这个是读书人读书智学的宗旨所在 这有句话我不能多展开 我们看最后 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 一性自新王 一人之恩怨还是指的于罗正玉的恩怨 一性自新王 那就指的清王朝的灭亡 所以陈寅哥在这个续根碑名里面 确确实实 把他在晚年里面所写的 十七年家国就混淆 这个意思呢 消解了很多 以至于呢 大家都认为陈寅哥 没有不支持王国伟寻卿说 其实他是在寻卿说基础之上 来提出了这个寻文化说 这是这是关于陈寅客 对于王国伟的追思 而换句话来说 把王国伟之死定位在 从一个事实层面 是为清王朝而死 因为王国伟所信奉的文化与精神 都是一种封建社会 所传承下来的 以三纲六计为核心的 传统道德文化 这是一个基础 但是他又同时认为 把王国之死就仅仅定位在这个基础上 是把王国之死看清了 而是他寻清王朝 为什么要寻清王朝呢 因为清王朝的灭亡以后 传统文化就没有一个政府跟制度的载体 那民国的政府跟清王朝的政府 国家的体制跟形态是不一样的 而王国伟对于民国的国家的体制 跟文化的精神是不接受的 所以寻清说跟寻文化 为什么可以统一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清跟传统文化 就是王国伟信奉的文化 他本来就是一体的 本来就是一体 但是王国伟跟清王朝的关系不密切 他不是一个帅清王朝有多大的公民 有多高的地位的一个人 所以他寻清跟那些遗老 跟那些不是叫遗老 遗老是还活着的 跟那些王朝覆没 就跟着死亡的 跟着去死的这些人 本质上还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呢 我们看看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那么这个是陈寅克总结出来 但是我读了王国的书 读的比较的细致 我比较细致的 我从开始比较细致的读王国的书 那已经是大概在18年前 2004年 就已经开始比较细致的 完整的去读王国的书 所以陈寅克的有些话 是来自于王国为 我是明白的 那王国为就曾经说过 他说我认为不研究哲学 也就算了 你如果要去研究哲学 你一定要广泛的了解各种不同的说法 那么在这个说法里 你听从什么说法呢 要听从真理的呼唤 对吧 那么如果是真理的呼唤 那么这个学问上的自由独立上 说不尽 就是你不能有任何的来限制这个真理的表达 换句话来说 研究哲学是自由的 研究哲学是独立的 他不受其他的影响 不受宗派啊制度啊 这个等等方面的影响 然后他下面也是王国也说 他的今日之时代 已经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 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 我告诉大家 这个王国也说这些话的时候 都还在清朝的末年 清朝的末年 他说在清朝末年 他说研究的已经是自由 也就是研究不是为了别的 不是为了某些方面的利益来服务的 研究就是为了研究 研究本身是自由的 他不受教权专制的规定 他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 一种学术的发达 他如果他的地位不独立 那学术的发达也是假发达 一定不是真发达 所以大家有没有从王国为的这些话里面 看出陈寅科后来总结出来的独立之精神 但是我还要表述的是王国为更多的是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去说 而陈寅科更多的上升为一种独立的人格的精神 两者有关系 但是重点不一样 重点不一样 所以因为王国为陈寅科尤其陈寅科这十个字 影响太远了 这个卢三的陈寅科的墓前面就是这十个字啊 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这十个字很多是王国为都已经说过 但是陈寅科把他提炼出来 并且赋予了新的意识 所以这是关于第三个问题 所以陈寅科是要摆脱政治的束缚 王国为是追求学术要超越功力 超越功力 超越功力这一点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 其实不容易 陈寅科曾经说 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 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所以这个他在王健先生纪念碑名里面就说 读书自学将于脱心至于熟地之质固 熟地当时是指的三民主义 这个我们不说他 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真的 且须以生死里程 陈寅科说这些话都有特殊的语境 我们不宜把它放在任何的语境中去理解 总之来说陈寅科要把学术跟政治把它分开 合理不合理这个判断各位自己判断 陈寅科在写给他的学生 也就是这个蒋天书 他说默念平生 他说我自己想我这一生啊 我从来没有说为了生为了生活下去 来违背自己的良知 来一味的奉引拍马啊 这个这个我身边的人或者比我更高更地位更高的人 或者影响力更大的人 这是我可以对我的朋友说的 就是我这一辈子啊 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啊 比如说我追求独立之精神 他就认为我自己一直是一种独立的 我一直是追求自由的意志的 我没有说因为某种特殊的情况 我就忘掉了独立的精神 我也没有因为一些特别的需要 而把我的自由把它毁灭 啊这是陈寅科关于独立之思想 与自由之精神的一些语境 跟他的一些发展的一个情况 第四个问题呢讲一讲文化移民与政治移民 首先我告诉大家陈寅科是典型的文化移民 为什么典型的文化移民呢 因为他1890年生啊 然后1926年才从这个国外来回到北京 任职清华 那个时候民国已经过去了15年 25年 那么在清王朝陈寅科没有读过没有没有当过官 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仕途的一个经历 但是陈寅科也是信奉传统文化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信奉优秀的传统文化 那么陈寅科为什么我们对他有这么一个评价叫文化移民呢 陈寅科实际说啊 他说我看各朝的历史著作 著作啊 凡士大夫阶级只转移身价 也就是士大夫阶层 也就是这个社会的这么一个掌握思想言论 和一定地位的人如果要改变这种风气的话 那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学的变迁有关 那么这个道德标准社会风学分乱变异之时 变异之时呢 这个词转移身降至士大夫阶级之人 有贤不消卓巧之分别 好我这个不再念我来跟你解释 也就是当其实就是一代之期 比如说清王朝灭亡 民国建立 这就是一个这个道德标准社会风学 所谓纷乱变异 朝代更地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的士大夫呢 就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贤 一种是不消 一种是拙 一种是强 那么贤者拙者 贤就是推崇中国文化的人 拙者呢就是固守中国文化的人 穿戴文化的人 就会经常感受到痛苦 那么要感受到痛苦 你有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一代的事实 那怎么办呢 就能把自己灭掉 这就是李玉的余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很多人都觉得这首词写得很好 春花秋月何时了知名度也很高 但是我在看了很多的这个本子以后 我发现这一句知名度很高 但是透明度很低 为什么透明度很低呢 因为这句话里面表现的是要把自己消灭掉 所以唐规章先生了不起啊 他凭这个春花秋月何时了 唐规章凭说这个是弹求素食 就是希望自己早点告别人间 弹求素食 李玉被俘 没有尊严 被受侮辱 求死而不冷 所以看着春花看着秋月 他非常痛苦 因为这个花跟月都不属于自己啊 所以这种情感是很特殊的 很特殊的 本来嘛 春花春天的花五颜六色 花团景畜 那是美的象征 秋天的月亮呢 明镜高华 也是大家欣赏的一个对象 但是但是李玉说啊 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个春花跟秋月呢 大家肯定明白春花怎么能结束呢 结束了明年春天又来了 秋月怎么能没有呢 今年的秋月下去了以后 明年的秋月还会来啊 那么春花秋月既然不能了 那你又想他了 那只能把自己了 所以这里面的总与消灭而后 其不消者巧者 不消者就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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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呃 就是怎么说啊 就是要葬送 这个传统文化 巧者呢 就是所谓的玉石俱进啊 忘记自己的信仰的这些人 这些人呢 反而是享受快欢乐 富贵荣险生态民水 呃所以大家明白明白明白没有一个历史学家 他看待代代相传的历史 看出来在一代之际的两种两种人群 他们的选择其实就是一种道德标准的选择 呃你要做一个要做一个传统文化的坚守者 呃你可能要付出生命 你要做一个万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 这么一个趋严俱颜服侍者 呃那你可以是身享功名富贵荣华 所以历史学家不是不知道 而是他们的选择不同而已 那么陈寅哥说这一段当然是从王国伟说起来 啊王国伟说起来 呃所以我们看1927年春天 那个时候王国伟还在啊陈寅哥写诗说回首平身中富气 死生未死已消化人间不会孤游义归去寒气自闭 呃他说27年那个时候陈寅哥在37岁 也就来清华工作还不到一年也就是半年多一点 呃他说我这一生啊终究是富气热气 此生未死已消魂 为什么未死呢 因为我还活着 为什么销魂呢 因为民国的这么一个环境不是他想待的环境 所以等于精神已经死了 所以他作为一个活着的躯体 行走在民国的天地 但是民国的天地里面不这些来来往往的人哪里懂得他的孤独呢 所以回去以后啊他在外面出游回去以后呢 满海的悲凉把自己关起来 所以陈寅哥对于清王朝的覆没也有感觉 也有感觉 那么他的感觉我已经说过了 他不是因为自己在清王朝啊 曾经得到怎样的高官厚禄 要感恩感怀这个清王朝 而是因为他所信奉的传统文化 在清王朝这么一个封建体制里面 他觉得保存的比较多 现在没有了 现在不是没有了 现在或者说是很少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氛围不是他祈求的一个氛围 所以他要在人他既生活在人间又抗拒着这个人间 所以归去韩七之闭门门一关 把门外的世界都关得远远的 这是他的意思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陈寅哥像一个政治移民 因为从陈寅哥的家族这点来讲的话 这个总觉得陈寅哥是为自己的家族的衰微不满 对于民国不满 对于清王朝心最神小 陈寅哥晚年专门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有些章节不见 里面就说他就给自己解释了 我哪里会是政治移民 我从来也没有过说要这个 要让清王朝重新复辟 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王国陈寅哥说 他说我的祖父 陈寅哥只是考中了义科 什么叫义科呢 举人连进士都没考上 因为家里贫穷要私养父母 不得已去做了一个小官 他在整个清王朝这一辈子 都没有做过什么地位很通显的大官 中间还遇到一些挫折 深受打击 过了六十岁以后呢 才去做了一个湖南巡护 他对湖南还瞧不起 他的巡护湖南小省 也不是一个重要的省 也不是一个大省 到了六十多 才去做了一个湖南这个小省的巡护 这个巡护呢 也就做了没有三年 又遭到罢免 你说这个清王朝对我祖父有什么恩德呢 他说我的先君 我的先君就是陈山丽 虽然考中了甲科 甲科就是进士 而我的父亲是考了进士 但是也没几个月以后 也就回来 来自己 也就回来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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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免了官职 到了戊戌政变的时候呢 把他的职务也就 把他革职 后来虽然恢复了他的官职 到了整个清代结束 他也没出来啊 他也没出来 所以你看我的祖父嘛 考了一个举人 做点小官六十多岁去做了一个小省湖南的巡护 没做三年就被罢免了 我的父亲呢 考中了进士也没几个月以后呢 其实就回家去 就回了家 戊戌政变的时候呢 是在位啊 但是很快因为戊戌政变失败 被罢免了职务 后来虽然曹田要他出来当官 但是他也没出来啊 没出来 所以这个清王朝对我陈家有什么恩德呢 我有什么要 我有什么必要和什么义务 要去复辟这个清王朝呢 我不是要把清王朝再次的呈现在当代 而是对于曾经清王朝这个国家体制 所承载的文化念念不忘 所以陈英克等于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无论从历史 还是从现实来说 我都不过是一个文化移民而已 呃 陈英克这么辛苦的自我解释 我已经说了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遗少 啊 是个遗少跟遗老遗少呢 就合成了一个对清王朝满怀的感恩之情的 这么一个类型的人 陈英克主动的 说明自己不属于这类 啊 我把我的家族的情况捋一捋 你们就能明白我为什么不属于这一类 啊 他没说自己啊 说自己没得说 啊整个清代末年 1912 1911年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的时候 陈英克在国外 也才二十出列头 那么王国伟呢他就兼有文化与政治移民的双重身份 啊也就是王国伟在政治思想上比陈英克是要复杂一点 首先王国伟在清朝他做过官啊 啊 实际上是做的是小官啊 啊 啊 这个1906年的时候王国伟 罗正玉把王国伟带到北极 在他的推荐之下呢 去了晚清的学部 也就是我们现在是现在类似于教育部 啊去做图书局的编译 啊 图书局编译是什么呢 就是编中小学的教材 呃大家都明白啊 这个王国伟是编中小学教材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有高深学问的人 才能编教材 呃 再明确的说编教材的门槛 比写专注的门槛要高得多 不是说我研究能力不行 我来编教材 而是你必须有卓越的研究能力 你才可能来编好这个教材 那么所以他的晚清学部呢 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做过那么四五年的晚清学部的这么一个官员 虽然是小怪 辛亥以后呢 王国伟随着罗振玉 东玉日本 在京都渡过了五东四下 也就是在191年的冬天 过去到1916年初回到上海 那么在在日本期间他写了 移和原词 那就是对于清王朝的灭亡 尤其是慈禧太后 这个命运 这个五十年来的 期末五十年来的历史 做了勾勒 也表达了这么一个情感 当然他的情感比较复杂 也写了蜀道兰 蜀道兰是写的端方 龙玉皇太后晚歌词九十年 龙玉就是光绪的皇后 光绪的皇后 光绪的皇后 那么1912年的2月12号 龙玉皇太后就带着六岁的补衣 然后签署了放弃这么一个皇位的 这么一个 召告 这么一个召告 召令吧 所以但是很快不久 龙玉就去世了 就去世了 那么王国瑜在日本在清灭之后 对于清朝灭亡 这个慈禧去世 端方被杀 龙玉皇太后宣布卸位 宣布卸位 带着补衣卸位 然后又去世 来表达了这么一个沉痛的感情 这都是有具体的对象的 具体的对象 所以里面的政治的色彩是不可避免 这是刚刚民国建立的时候 王鬼写的这些作品 那么到了1923年的时候 王鬼当时在上海 因为孙玉永一个蒙古族的一个亲人的一个 一个 原来也是个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首领 叫孙玉永推荐呢 就担任了南书房行走 也就是给溥仪去辅导他读书 辅导读书 那么这就是王鬼在晚清学部当官的时候呢 跟皇帝还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到了他担任南书房行走的时候 与殉亲皇帝 溥仪就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这就不一样了 而且溥仪对王鬼呢 又非常欣赏 而一年不得一年多一点吧 就受他为紫禁城奇马 这是五品才有的这么一个待遇 而南书房行走呢 在明清两朝必须是汉林学士 才能去做皇帝的导师 那么整个清王清朝只有两个人不是汉林学士 去做了南书房行走 这两个人都是浙江人 一个是朱宜尊 一个是王国 所以在传统的封建的知识分子的心里面 自己没有这么一个汉林学士的身份 但是拥有了这个皇室或者皇帝的重视 那都看那都会被看着是一种格外的人性 所以王国伟居于清王朝有过工作的关系 又与殉亲皇帝有过私人的关系 又深得溥仪的这么一个信任跟重视 所以内心的感怀一定是有的 好了到了1914年的10月8日 发生了甲子之变 也就是冯玉祥派自己的首相 把清王朝覆灭以后 但是一直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呢 跟他的后宫啊皇室成员全部赶出紫禁城 那么这样的话 皇帝也走了 现在他父亲家住了 后来偷偷的去了天津 王国伟也就从南书房行走这个位置上下岗了 那么王国伟的学问很好 当时清华学校成立了国学研究院 所以这个不少人就推荐 包括胡适就推荐呢 让王国伟去清华学校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王国伟一开始并没有答应 他就担心我担任了你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我要担任他不要以后限制我跟溥仪的来往 所以如果你要限制我跟溥仪的来往 那我就不来 后来清华告诉他你在这里就是教好学生 至于说教学之外你要跟谁来往 没人限制你 这样的话他在答应 那么到了1927年的时候 当时溥仪在天津 王国伟在北京 那么他自杀以后 罗正玉就带王国伟拟了一个奏章给溥仪 给溥仪 这个溥仪呢也没有意识到这是罗正玉伪造的 所以这个罗正玉呢也很了解王国伟 他们两个虽然闹毛了 虽然闹毛了 但是当罗正玉知道王国伟去世之后的内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愧疚 所以总觉得要帮王国伟做的事 所以就杜撰伪造了一个奏章来送给溥仪 而溥仪呢就看完了一个非常详细 所以又下了一个诏书 里面说英职拨迁 拨迁这个皇帝不能说赶走 只能说拨迁 因为我要去了天津 所以王国伟流进讲学 上布什来经招对 招对 依恋出于制成 也就是说 溥仪对于王国伟对自己的感情是充分的认可 所以王国伟有一定的政治移民 这个身份是有的 但是王国伟的政治移民的身份是并不彻底的 你只要注意到他跟罗正玉两人的交谈 包括书信的网人你就知道罗正玉是一直要复辟的 而王国伟呢 这个事情虽然给在复辟的事情上 跟罗正玉也有沟通 也有信息的交流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摆在复辟的第一线 而罗正玉只要有机会 那就会冲在第一线 包括张勋复辟之前 这个他也曾经从日本回国 后来这个日本人扶植这个满洲国 那这个罗正玉也去担任了监察院的院长 至于关于罗正玉 你为什么要替王国伟伪造一封咒章送给溥仪呢 我觉得是出于来把王国伟去世往寻清方面去做引导 同时也希望王国伟之时能够得到殉清朝廷的充分的尊重 所以有很多人包括学术界也有很多的文章跟著作 对于罗正玉伪造这个咒章 帮王国伟咒章 他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一个考虑 我不这样认为 这个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叫罗正玉伪造杜传王国伟咒章 考论这个是发在江淮论坛上的 我对于罗正玉 他跟王国伟闹矛盾这个事情也有分析 这个伪造的咒章 我觉得出于诚意的居多 好第五个问题是中西学术与预留观念 王国伟在1900年的时候 下半年就曾经到日本留学 那么日本留学不到半年他就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呢 他说有狡气 有狡气就不能留学 这个理由好像说的有点大家难以置信 后来我一查王国伟读的是东京物理学校 我估计他的物理跟我一样读不下去 读不下去那就找个理由不读了 那么王国伟那时候去了日本 这半年对于他认识日本有一定的帮助 大家不要认为他去日本认识的就是日本 而当时的日本正在被西方的文化笼罩之下 西方的哲学历史经济学等等 包括这种教育学美学等等 都是当时日本都在积极的翻译 介绍西方的学术 那么王国伟在日本有近半年的耳濡目染 而回来以后呢 他有一个日本老师叫藤田风八 而又直接的引导他去读德国的古典的哲学 比如说康德 尼采 苏本华 当然还包括习勒等等 但是毕竟要说王国伟主要是通过书本来认识西方 那么陈寅克这是实地的感受着西方文化 那么王国伟认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个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陈寅克在西方待了那么久 他持的立场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我们知道顾鸿鸣啊 这个留学英国是很早的 但是他回来以后他又回到了中国的古典 回到了中国的封建文化的语境当中 所以中国文化的渗透力是非常强 无论你在西方待了多久 无论你在西方学了什么 真正的把中西方文化都能够在贯通了解之后 可能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会更多 大家如果你注意过王国伟的第一本文集叫静安文集 这个静安文集里面有许多是王国伟分析西方的这个哲学美学思想的这么一些文章 而你读他的文章你就能发现他的一个写作的一个基本思路 比如说他在讲孔子的美誉主义的时候呢 他马上就会带到了希勒 希勒 他讲素本化的哲学的时候呢 他马上就一句话说 恒诸我国亦然 而如果对照我国也是这样 所以我就想到什么 我就想到了在三十岁的时候 他写过一篇自讯 这个他说啊 这个最近呢 读西方的哲学 他觉得可爱者不可信 可信者不可爱 什么叫可爱呢 那种逻辑的论证 那些优美的文词 这个语言读起来是种美的享受 但是仔细一琢磨呢 你说的好听跟事实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可信者不可爱 自己觉得相信的东西呢 又没有办法能够论证到像希学的 那么一个圆容的境界 圆容的境界 所以到了一九一四年的时候 当时王国也在日本 他给当时在上海的省城值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核心意思呢 就是说我早年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 西方的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 我学了好多年以后我才发现 凡是我能够认同的 也都是我们先情 这些思想家所阐述过的 凡是我不能认同的 恰恰是我们这个西方 这个恰恰是我们的 这个早期的思想家所反对的 所以他觉得中西学问在做了一个盘缓以后 他觉得没必要去读西方哲学 我读中国哲学是一样的 凡是西方比较可信的跟中国的哲学 都是可以相通的 凡是不能通的都是没道理的 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王国也的这个判断 我们当然可以给他新的判断 也就是对于王国也的判断 我们在家判断 但是王国也自己的认识就这样 他写这封信给沈真直 无非是表示自己要回归到中国的古典 觉得自己用了那么多年的精力去 你学西方的哲学美学有点浪费时间 那么陈寅开曾经说 他说现在的留学生都是去学工程去学实业 那为什么学工程实业呢 回国能够挣钱呢 回国能够当官呢 那么他不肯用力学问之一的 你要学学这个哲学史学文学 就不能挣钱也不能当官 所以既然不能挣钱也不能当官 所以留学生不肯去学这个呢 但是他们不知道实业以科学为根本 一个国家无论科学怎样的发达 那如果没有一种 没有一种科学的精神 没有一种致力于学术的精神 那么你要去学那种技术性的东西 那最后也就所成的是下等的工价 那么要到西方应该是寻求是救国救世的 这么一个学问啊 但是救国今世 那一定要学习精神上的学问 所以精神上学问就是醒而上学啊 所以你要学国外的东西 你不是学那种技术工程 不是学这个 你应该首先要改变一国的理念 要拯救这么一个民众的这么一个思想 所以你首先要思想跟文化的革命 才能带来科学的歌 陈寅科就很感慨啊 留学生当时是这样去 那么这样的情况 其实王国为说的更长 王国为说海外的留学界又怎样呢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王国为就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古典的 这么一个文史世界中的这么一个老学就 在清代的末年 他曾经是走在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 既是真理的第一证言的人啊 王贵在教育小孩里面说 他说海外的留学界又怎样呢 同志跟光绪初年留学欧美的人 都去学海军制造 为什么去海军制造呢 因为1895年甲午海战 中国输了 为什么输了呢 军舰不如人 大炮不如人 所以 把这个军舰制的牢牢的 这种实用跟功利的目的 他觉得很成问题 再其实学法律 那么就去纯粹的科学就是文史则 这个要去学的呢 还没听说过 能够去学习欧洲人那种深邃伟大的思想者 我可以肯定一定没有 所以近年来的留学生啊 为什么出国呢 或者抱着当官的野心 或者抱着挣钱的目的 大家现在明白没有 陈寅克对于陈寅克支持留学生的判断 跟王国为在期末对留学生的判断是一样的 换句话来说 为什么这两个叫适去特弃呢 那么他觉得都跟着西方学 这种技术工程的东西 那是简单 首先要首先要进行的是思想和文化的格型 这是一个层面的意思 第二个来说 王国为曾经说过 古来新学文起 大多由于新发现 这句话为什么要放到这里呢 因为王与陈寅克的预留之说 其实有非常一致的地方 稍等10秒钟啊 那么那是因为陈寅克这样说的 先看陈寅克对王国为学术的一个评价 他说我们仔细的研究他的遗书 这个遗书不是说的五十字年子千一死 不是这个遗书啊 他遗存下来的著作啊 那么学术内容和智学方法 大概有三句话可以概括 一个呢叫地下之食物与纸上的遗文互相施政 如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事业 比如说他研究甲骨文 研究西北的木杰 研究这种这种地上发掘的这些文献 那包括这个闽文等等啊 这个是跟纸上的遗文跟古代的历史所记载的互相施政 有的可以证明记载是错的 有的可以记载文字是不全面的 所以这是走在最前一的 第二个是取义族之故书 与五国之这个国写错了 五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凡属于辽经原始世及边疆地理之作事业 五国五国之旧籍也就是汉文的书籍呢 互相补正 王贵晚年主要研究的是西北的地理 而西北的地理呢很多需要用到一些少数民族的文献 也就是他的研究把汉文文献跟少数民族的文献做了一个结合 第三个是取外来之观念 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政 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事业 所谓文艺批评当然应该主要是指的人间词画 小说是指的红楼梦评论 戏曲是主要指的是送源戏曲稿 应该说陈寅克对王国为的学术内容跟智学方法的概括 是非常的全面的 但是 王国为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 尤其是关于第一点跟第二点在自己的注册里 已然有所表述 有所表述 所以陈寅克这个尤其前四个字你的注意 叫详意义书 也就是陈寅克也许读到了王国为对自己学术内容 以智学方法的描述 但是陈寅克呢 把它概括的更成体系 这是这个意思 刚才我们讲这个 讲到王国的时候引用了这句话 用了这句话 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 那么我们看陈寅克这个预留之说 他说一时代的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之材料以研究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智学之事得欲于此潮流者 为之欲流 其未得欲者为之未入流 那么这个意思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时代新材料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新材料 比如说这个清华检 尚古检 尚伯检 这个安娜检等等 那么这些简薄的出土 包括楚薄书等等 那么这些简薄的出土 往往带来对古代的历史文化的重新判断 所以凡是能够及时的利用新材料 来研究问题的 他说这个叫欲流 就参与到最前沿的学术的意思 如果没有能够参与到 那个就叫未入流 而未入流不过就是没有参与到前沿的学术 陈寅克并不是说未入流就一定不行 他只是说有学术的新潮流 他鼓励这种新的潮流 所以陈寅克这个利用这个宗教文献去研究中古史 他也与当时新发现的文献有关系 比如说也有敦华 那敦华也是新发现的文献 所以这个是陈寅克与王国伟 对于一个时代的学术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认同 可以说是相同的 我一再的把陈寅克与王国伟相近视的话 放在一起来对照 无非就是说明蒋天书说陈寅克与王国伟 是去特弃不是随便说的 他能得到很多的证明 在王国伟那里偶尔表现出来的 或者他比较散乱的思想 到了陈寅克里呢 就把它捏出来作为一个标杆 或者构成的一个系统思想 你比如陈寅克研究了在西方 待了那么长时间 当时西方人分析历史 往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 那么比如说我们中国唐朝灭亡 归入安史之乱 关于政治跟政党的关系 这个要不要归呢 有原因 但是更多的原因是因为经济 被摧毁掉了 而因为唐末的藩镇格局 包括农民的起义 把东南严省的这么一个交通 把它阻断了 而东南严省又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 交通阻断了以后 东南方家的财富就运不到北方去 所以北方也就支持不住 经济垮掉了 也就带来了政治的垮跟社会的垮 所以西方的社会经济学的 经济史学的一个分析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我们现在能够普遍接受的一个思想 但是在陈寅哥的那个时代 他从西方学了以后 然后来分析他不是研究唐代的历史吗 就用了许多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他的新材料未必有多少 而是用了一个新方法 就能得出很多新的结论 最后我再简单说一个文化神咒的上语系 陈寅克王国为师 曾经有这么一个什么 前面是库斯仪 然后说文化神咒上一生 他觉得王国为去世以后 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最极重的体系 就被王国为带走了 其他剩下的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 但是吴密在1950年 陈寅克60岁的时候 注射的时候 他就说文化神咒系一生 也就是王国为去世以后 文化神咒就系在你的身上 1959年他又为陈寅克注射 那年陈寅克虚灵七世 他说文化神咒何所系 观唐尔厚信公贤 那么文化神咒到底集中在谁的身上呢 观唐就是王国 王国为去世之后 那只有你陈寅克了 你要自觉的承担起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么一个职责 要有使命感 要有责任感 那么陈寅克是1969年去世的 我们现在讲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那么如果要像王国为陈寅克这样的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 那么陈寅克之后的典型到底是谁呢 我是给不出答案了 我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 请各位思考 我相信各位有各位的一个答案 但是我们无论你的答案是怎样的 都表达了 对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 这么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些 下面留点时间给大家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彭老师 那个刚才我忽然发现整个这个讲课的过程 彭老师都是站着进行的是吧 对的 这个确确实实非常感动 这个敬业精神确实又体现出来了 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我也说 彭老师身兼树子 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 能把各种工作的关系处理得这么好 还能把学问做得这么好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 就来自于他这种非常敬业 非常认真的精神 他这个讲座 刚才我发现整个过程全都是在站着给我们讲 我们对彭老师的这种精神和付出的辛苦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啊 衷心的感谢 谢谢啊 谢谢彭老师 刚才那个彭老师啊 在讲座当中 从六个方面 讲述了一下王国伟与陈寅客 这个我从此以后我也记住了 也改过来 这个确确实实啊 给我们疏通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我把自己的学习心得稍微的向彭老师汇报一下 第一个就是上来这个陈寅确陈寅客的读法问题 我相信很多同学或者同仁都是这样 认为读陈寅确好像才有学问 然后结果忽然发现这个是假学问 这是道听途说来的 应该还是读陈寅客是正确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在讲座当中啊 彭老师给我们这个疏通了一下 关于王国伟与是训清啊还是训文化这个问题 他主要的观点呢 可能两方面兼具 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啊 在一个在这个理论层次上面有所不同而已 第三个他讲述了 关于这个陈寅客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王国伟 在整个自己的学术思想当中 体现出来的一种渊源的关系 你再比如说还提到了陈寅客 他的文化移民的身份 而王国伟的身份是文化移民和政治移民兼具的身份 这些实际上都是 我觉得非常新颖也是新人耳目啊 也是非常坚实的一些学术观点 剩下的一点时间啊 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 这个看看同学们还有其他的同仁 跟彭老师交流一下有什么问题啊 彭老师在那个留言区有一个老师还是同学的问题 这个他说青年怎样学习才能把中国的优秀传达文化理事 王国伟这样的人才可培养吗 我先回答一下后面这个问题啊 这个叫李涛啊 这个不知道是同学还是老师啊 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 首先王国伟这样的人才可以 我觉得像到了王国伟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学者 培养的意义很小 天赋的才能是主要的 但是我们需要给这样的一个天才 给他一个忧郁的空间 给他一个丰富的这个材料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就足够 因为一种天才 往往是难以培养的 我们的教育制度 可以唤起某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天赋的才能 然后唤起了以后这个天赋才能 怎么来伴随着这个人的成长 那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学者自己的一个事情 换句话来说 你问我像李白这样的人能培养吗 我要告诉你的话应该是难以培养 如果这样的一流的世人能培养 李白怎么不能培养他的儿子成为第二个李白呢 杜甫怎么不能把他的儿子培养成第二个杜甫呢 原因就是因为真正的极高的天赋 天赋的才能 我们只需要 我不是我这个我们是代表了我们的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或者我们的学校教育 是做一个引导和唤醒 换句话来说你没有这样的天赋 怎么引导怎么唤醒 也没有他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在中大有诗词的一个班 来教学生写诗诗 你说学生的诗诗 哪怕你再努力没有天赋 你大概也只能写到六七十分的诗诗 假如说你要写到九十分以上的诗诗 老师只是来教教你诗 能让你关注诗 让你知道一些诗诗的基本的格律 然后明白这些以后要做大的质变 那都是你自己的诗 所以我觉得像王贵这样的人才从本质上来说不可培养 只能发现 只能发现 那么青年怎样学习才能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理顺 这个题目就比较大 首先传优秀的传统文化非常的丰富 文学历史哲学等等都有各个方面 要理顺这些优秀传统文化 我觉得还是很多的著作 我们基本理顺的 比如说这个中国哲学史 中国通史 中国文学史 我想大概还是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理顺 那么我们在接受的同时 我们还要丰富完善提升 再度发现传统文化的精神 所以学习如果加上创造性 那么这样的学习可能效果就更好 这个是对于李涛同学的一个回答 好 这个下面一个叫生思业 与王贵这样寻文化的学者相反的 比如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应该怎样评价呢 王国为之史是否可以看作是 这里没有完 为什么没有完呢 在这 王国为之史是否可以看作是 时代局限性的牺牲品 新文化运动的学者 跟寻文化的学者 是不是相反 首先这是一个问题 据我所知 王国为对于新文化的排斥 是比较明显的 是比较明显 但是他对新文化的排斥 是对于封建文化形成 对立的文化他才排斥 他有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 也有不可思议的地方 比如说王国为陈云克 这两个人这一辈子 都是写的繁体字 都是要求竖排的 所以北京大学办的这个国学 记刊 还叫国学重刊 而胡诗呢就千约万约 约到了王国为的稿件 然后清阳出来请王国为叫队 王国为一看是横排的 就不高兴 说你这个这个我的文章 怎么来横排呢 你横排我就不在你那发表 我要把这个这个文章 我要把我的文章抽回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 他们对封建文化的传统文化的坚守 并不都是值得鼓励的 在比如陈云克曾经说过 我的著作要应行 必须是繁体和竖排的 以至于有些选本 选的是各家的著作 选到陈云克的著作的时候呢 只能纯目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反对简体横排 这本书其他的都是简体横排 你也不能把陈云克一个人 繁体竖排 所以这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 他们坚守的其实也有局限 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 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比如说胡适 他的长世纪 他里面很多的新师 他自己承认 都是来自于传统的词牌 来自很多的词牌 他的胡适甚至说的更透彻 他说我的很多的新师 不过是刷洗过的旧师 也就是说新师其外 旧师其理 所以新旧文化 他不是一个绝对的 敬畏分明的两派文化 而是心中有旧 旧中有幸 所以王国为之史 是否是可以看出 时代局限性的牺牲品 我不大主张把一个人的自杀 看着是一种牺牲品 因为自杀是一个人的自由的追求 牺牲品往往是有种外在的影响 而有的自杀是一种主动的追求 所以王国为之史 是不是看着时代局限性的牺牲品 在我看来不能这样看待 我首先又要推荐你 看自己看我的文章 这个因为关于王国为 我关注的时代比较久 读的资料比较全 今年的清华大学的学报 第二期 就有一个罗正玉 与王国为晚年交物考论 那么对于王国为之史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已经说的比较清楚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展开 你可以查一下清华大学学报 今年的第二期 好这个下面下面不是问题 下面是李涛的哈哈哈哈 谢谢老师啊 这么开心啊 好下面深圳大学的成语点 在当今社会普遍以工具价值 作为评探标准的背景下 请问你做学问 尤其是做古代文学的学问 如何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呢 陈寅克先生所做学问 是为了坚持真理坚持独立 您觉得当下我们该如何 保持学术的独立自主呢 这个问题我看名字是一位女性 但是这个问题很有功绩性 我喜欢这样的问题 首先这个是观念先行 在当今社会普遍以工具价值 作为评判标准的背景下 你首先确定了一个 一个思想一个主题先行 所以你才会有后面的问题 首先我不认同 当今社会普遍以工具价值 作为评判标准 而我不这样 因为我们以这个思想 学术本身的作为评判标准 这个还是很多场合都有的 那么做古代文学的学问 如何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呢 古代文学的学问 第一个是为了了解 古代文学的发展的实际 以及他们发展的原流和规律 那么了解的这个规律 是为了来促进当代文化的一个发展 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割裂传统 当代的文学跟当代的文化 也无法与传统的 这么一个文学跟文化割裂开来 所以学古代文学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 这个作用一定是有的 不过这个作用也许不会那么明显 它需要潜移默化 作为古代文学的学问 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你只要去读一读中央的各个 重要长河的这些报告 你就能读到许多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句子 那么古代文论和古代文论的句子 都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政治报告里面 而我们的政治对于社会的出境 那一定是有影响的 所以至于说古代文学对社会进步 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学术的问题 要好好的研究 然后当下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学术的独立自主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追求学术的 我们去求证 我们抱着求证的心态去做研究学术 我觉得就是一定意义上的独立自主 如果你研究的学术确确实实与政治有关系 那么你这个学术的本身就有政治的内涵 你把学术的政治内涵研究出来 也是一种求证 当然如果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学术 不包含政治 你就从学术的角度去觉发 也是一种求证 总之尊重事实 以求证为目的 我觉得就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独立自主 下面格与不格是否是一个评价诗歌中的二力队员的观点 诗歌中格与不格的界限是明晰的吗 或者没有相互交融的地方 这个文章可以去看我的一篇文章 这个在文学评论一九二零一四一五一六的 大概这个关于格与不格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首先不是二元对立 你详细的请你去看这个文章 也可以看王国伟词学院研究里面 就专门一章来分析这个格与不格 我现在把简单的结论告诉大家 也就是说王国伟的研究的方法 或者说他的批评的方法是选两极而取中间 格这个文学不可取 完全不格的文学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他真正追求的是格之不格 与不格之格 也就是说用点用的恰他好处 然后呢又让你大概的明白 又因为用点呢 能够把这个意思呢 向众生处拓展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他格与不格的 这么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我看来王国伟格与不格之间 还有两种形态 一个叫格之不格 一个叫不格之格 这个具体呢也请你去看看文章 好吧 因为我们的现在的时间有限 然后给本格生推荐一本书 这个哪方面的书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方面的书 如果你喜欢人间词画的话 你可以看我写的人间词画书正 你喜欢唐宋慈的话 可以看我写的唐宋慈主要 然后你要我推荐我就先推荐这两本普通的读物 除了对王国伟学术和诡计的考证外 用西方的阐释学与美学的方法来认证 人幻有哲学向文学 有西学向中学的转向是否合适 人间词画中王国伟的学术理念有哲学向文学有西学向中学的转向 我不觉得人间词画里面有哲学向文学有西学向中学的转向 我觉得人间词画是一本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参注于西方文学和美学的理论术语来佐证的一本 由论词到论诗到论人到论社会的这么一个过程 至于说用产识学和美学的方法去论证中外文学 当然是可以的 当然是可以的 我希望大家少一点先入为鉴 我在讲人间词画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我不大能够接受说人间词画是一本中西理论交融的一种产品 你如果去读读他的人间词画手稿 前面三十一则前面三十则都是在传统的诗画词画文化里面的兜圈人 到了三十一则才涉及到词画才涉及到境界 而境界在清代的诗画词画里出现的频率是相当之高的 而王国伟又对于中国的这个你看静安长书目就行了 里面的这些中国的这些文人著作的常有很多的 所以王国伟的理论的本源来自于中国的古典 但是他毕竟学过西方的哲学美学 所以当他写到三十一则把境界说挑出来以后 他逐渐就有了一种以境界所为核心 来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他体系的想法 这个时候这种体系跟逻辑的观念就影响到 王国伟对境界所体系的一个构建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个是同西桥的一个问题 高精辉 王国研究方面目前还有和拓展的空间 尤其是您的著作 苏正在人间词画的影响方 又该如何选择新的增长点 我不认为一种著作能够研究到尽头 尤其是经典 什么叫经典? 常读常性 其实我在差不多十年前出版了人间词画书正之后 我现在读人间词画 我也还会陆陆续续的会有一些新的看法 虽然主体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在局部有深化有细化 所以研究如何选择新的增长点 我觉得可以来做一做人间词画的中国古典的渊源 我做了关于这个古典的渊源 我做了一些基本材料的整理 但是我没有精力去做 你比如周济 你比如说刘西斩 这些都是对王国为的辞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 那么他如何的在王国为的体系里面发生重大的影响 这个需要深入的研究 你再比如说西学对于王国为人间词画的影响 我也觉得有影响 尤其是他的手稿里面 比如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 抒情诗啊叙事诗啊 这些概念都来自于西方 虽然王国为在发表的时候删掉了很多 尤其是1915年圣经时报本的时候删掉了更多 但是王国为毕竟有过这种思想 那么有过这种思想 他在王国的思想里面停留多久 在停留的每一个时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我觉得还可以研究 另外王国的哲学确确实实 王国是从哲学到文学 所以他的诗词也更多的把哲理融入到诗词里面 如果他不是先学哲学 他的诗词的特色也不一定会形成 所以他如何从哲学一步一步的走向文学 我虽然也写过文章 但是我觉得空间也还是有 还有就是人间词画里面的一个现实意义 或者说他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考虑 他的反叛精神 他的革命意识 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人间词画作为一个在那个时代 他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因为他跟主流的词学 从王鹏义 朱祖谋矿 周一那是一个强势的主流正义力 而王国是利于词坛边缘的一个人的呐喊 但一个人的呐喊也会有作用 也会有作用 所以我想怎么来衡量这么一个作用 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来考虑的 本老师给小学生推荐一本书吧 推荐人间词画讲演录 这个因为是个讲稿 王贵的词有的句子 我的整体感觉还不是低流 想请你评述一下王贵的词作 这个王贵的词我在文史知识连载的12期 在文艺研究也发表过 也发表过专题的论文 我也我不认为王国为的词是低流的 我的感觉跟你一样 我认为不是低流的 但是他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他不是低流的 是相对于此时发展 从此的本色这个角度来说 他不是低流的 但是他自有他不可撼动的地位 不可撼动的地位就是 他是在考虑人的本质和命运的时候 他把这种哲学的思考 融入到他的词里面去 而这个哲学的思考融入到作品里面 虽然历代的词人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 有过这方面的努力 但是自觉的大量的 并且有系统的融入到词里面去 我觉得王贵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一个代表 所以王贵词的评价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否受到时代限制呢 肯定受到时代限制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受时代限制 只存在受时代限制的大于小的问题 我回答完了 好的 那个时间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这个成员也是有三百多位 这个虽然现在应该是到了这个最后的 还有个别推出去的 最多的时候可能接近四百人 很壮观的一个场面 谢谢彭老师站着给我们 讲述了整整两个小时的精彩的讲座 比较感谢 谢谢 谢谢彭老师 我看那个袁院长可能是有话要说 下面把那个话筒给那个阳院长 让他说两句 没有了 我是就是 后来结束了那边的会之后 我又回到这里来 正好赶了个尾巴 正好听到这个彭老师讲第六个问题 但是很遗憾 他其实是只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提问 就是说是没有完全展开 所以今天晚上的这场角度 我总体上是错过了 那个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当然了今后还有 我相信还有更多的跟彭老师进行交流 和请教的机会 所以在这里呢 我主要也是代表我们山头大学文学院 代表咱们这一期这个暑期班的全体学员 然后对彭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好吧 还有在我们就是说是 嘉宾的这个这个平台上 还有我们文学院中文系的其他几位这个老师 今天晚上就是说是也特意来 过来就是说是这个听这个彭老师的讲座 其中可能有的是彭老师的这个 吴浩就不用说了啊 是学生 然后御英应该也是比较比较熟悉的 应该 嗯 嗯 就是说要不要跟彭老师打个招呼 余老师 余老师 余老师好 对 声音没开 这个 你也上来了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对对 刚才好长一段时间 网络有问题 然后又连上了 今天很开心 网络那边的网络可能不太好 好像又有问题了 又有问题了 对 又有点卡 又有点卡 对有点 再次聆听 你那边卡的比较厉害 这个去年的时候彭老师来了一次沙特大学 那次应该是路过哈 算是 主要是去潮州 去潮州 去潮州公务 然后 匆匆忙忙的 去会的 接来一下朋友 啊 匆匆忙忙的 然后 本来想让彭老师 给我们这个传经步道做个讲座 也没来得及 匆匆忙忙 参观了一下 现在就走了 留下一个小小遗憾 我说 下次再过来拜访 啊 今年看看有什么 这个稍微疫情放松一点 啊 这个都省内 尽量你们过来 好 好的 好好 今天晚上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哈 我们就是说是在此对彭老师表示感谢 也非常感谢咱们在线的所有的这个师生们的参与 我让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嗯 今天晚上咱们就到这里 怎么样 好 关老师 好好好 辛苦 关老师